你究竟是什么人 左子 道士大魔头 神仙老虎来屁狗 我是心灵的大神官 天晴的山门护法 还成魔宗的大弟子 我乃连生三十二 我欲成佛变成佛 我欲成佛变成佛 连生三十二竟使出极其邪门的滔天魔宫 此处以吞噬修行者血肉 以补强自身气息 眼看叶红鱼的生机道道逝去 宁缺身体一寒 以德行崇高著称的连生神作 竟会是这般恐怕的魔头 看着老僧如此销魂的神情 宁缺再也无法忍受 双膝弹起 拖刀抽出 一声怒斥 连生心中不屑 一个出入洞悬的痴儿 怎敢口出狂语 但其内心意识惊诧 竟借最弱的疏愿行走 竟能率先破解自己的妙法缠音 连生血罐三宗 道魔相通便可入神 却不想这天大的诱惑 竟捕获不了这年轻人 宁缺此言彻底激怒连生 柯浩然当年一件话万法 将自己困入这繁龙大阵 承受勇士的孤独和绝望 说罢便一掌拍出夜红鱼 那饕铁如似恶狼般 贪婪吸食夜红鱼体内念力 宁缺再也不忍 那坡刀顺时朝着连生挥去 可惜 这魔宗山门 如被这老僧全然笼罩 没有丝毫生机 修行者若感应不到天地元气 便不过是那寻常舞者 任凭墨山山和宁缺如何寻找机会 皆是被连生一眼看破 即便宁缺传承那浩然剑又如何 其料这老僧话音未落 宁缺竟换出那坡刀 避开这陶铁 原来 方才骑在这大殿中四处逃窜 竟是想学柯浩然那般 利用凡龙大阵困住连生 只可惜宁缺修为实在太弱 不仅没有困住连生 反倒助其解开身上的家宿 连生顿胆恼羞 那内心对柯浩然的怨念 无休止地发泄于宁缺身上 趁机脱困的夜红鱼本想相救 可惜方才被那滔铁吸食了太多念力 致使此刻即便与宁缺联手 也不是这老僧的对手 看夜红鱼娇难的肌肤 再次唤起连生心中的邪念 当下也懒得再理会宁缺 对着夜红鱼便贪婪吸食 却不想夜红鱼竟想于死往迫 气海运镜 一道无比强悍的念力迸发 谁能想到这致命境界的大修行家 竟能舍却一切 强行逆转修行之道 可即便如此又如何 那只命境的能量爆发 依旧未能伤这老僧分毫 此时就看墨山山呼的乐器 这与夜红鱼齐鸣的疏痴 自然会有绝技傍身 尽管空间中没有天地元气 可这浮数一门自有乾坤 就看密室中的石块迅速凝结 蕴含强大威压 墨山山所使竟是失传多年的快乐阵法 连生心中一喜 自己被封尽二十年 如今重见天日竟遇到三个这般妖孽的天才 可当真是浩天眷顾 墨山山强行固阵已是衰竭 本以为能有所获 可这连生实在太过强悍 远古阵法 且看我获之 墨山山再无气力 当即倒下昏倒过去 此时宁缺忽然心念一动 猛地回想起出发前二师兄说的话语 转眼又沉浸在柯浩然所写的石碑之中 忽觉无数道剑意游走于周身 磅礴剑意 如似要冲破气海 一股浩然剑气自由而行 宁缺这才知晓这老僧为何说 可浩然已入魔 修炼浩然气 需要背弃浩天 与浩天为敌 便是魔 宁缺顿时领悟了浩然剑气 可在他握住这把剑事后 他便已入魔 可眼下大事 是为了和某人一起活下去 与之相比 我去你的浩天 我去你的光明 就看连生放发无数幻影朝着宁缺席去 可宁缺此刻心中无比通明 猛然间一刀挥出 如电四围 直接破灭了这幻术 连生心中惊颤 自己本以为脱困繁龙 却不想终在龙中 眼看就要神魂聚散 连生忽然一把抓住宁缺 本想在最后将这天台带走 只是转眼 看到宁缺手中的班纸 这连生如似忽然顿悟 竟反将自己一身魔弓 尽数传于宁缺 随之城归城 土归土 白骨归白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